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怨池莉與你同在 各位你找過 你要不要醒覺 我的觀眾這麼純情應該大家都 很懂吧 最近有一個文章在遊戲王的主題裡面 算是瘋傳 有一位日本的玩家 他找了一位圓嬌妹然後他們不做色色的事情 就是顧打牌 日久深情兩個人排打車打車 卻插出了愛的火花 然後還插槍走火 最後還修成正果結婚生死 這麼大膽的劇情 連科幻小說作家都不敢輕易採用這種誇張的設定 真實版往往比較恐怖 就有觀眾看到這個新聞然後跑來問帥狗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希望我可以給他一個解答 那我就開始著手進行調查 那在說細節之前 我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這則新聞是假的 那接下來我來簡單盤盤這整個過程 那說這個故事要先問各位 你還記得在2019年呢 在日本有位應召女的決鬥技術太強了 許多客戶找他來都不是為了做色色的事 反而是想跟他交流打牌 他的每位客人都被他虐出了抖M屬性 久而久之就忘不了這種感覺 無論如何都要找他來打牌 還說不定他只是想超牌 這件事在2019年爆紅 然後也在同年很快就失去了討論度 畢竟他不是很主流的話題 然後過了四年之後突然之間 又有另外一位日本網友在推特發文說 他呢會找應召女孩跟他打牌 然後打得也很快樂 不久之後他又發出了女生懷孕的照片 這個貼文讓人充滿了想像 也瞬間被其他的網路媒體 擷取斷章取義 從這裡開始啊故事就迷幻了起來 首先我們得知道 發布這則推文的人呢 跟2019年喔找應召女郎來打牌 然後被虐的貼文組是不一樣的 他們是兩個不同的人 那怎麼確定這兩個人不一樣 其實這整個新聞的來源有兩處 一位就是這位叫Deadhead的日本網友 另外一個是來自FBA粉專 叫做Fuyukin Reborn 他陸續轉發了Deadhead的貼文 那關鍵文章是5月5號跟5月6號這兩篇文章 5月5號他分享Deadhead的文章 說他會找應召女孩來打牌 剩下的就是網路新聞裡面提到的內容 接著就是隔天的5月6號的文章 他截圖自己5月5號的文章 並配上懷孕和Happy End的文字 告訴大家這兩個人修成正果啦 這兩則文章本身就有點問題 待會我就會提到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好奇 就這樣子能夠證明什麼 憑什麼說他跟2019年不是同一個人呢 問題就出在這個翻譯的圖片上面 各位你們仔細看這兩段文字 有沒有發現哪裡出問題啊 沒錯就是這個2019年原文根本沒有提到 是這個中文翻譯啊突然給他多出來了 他神秘的把兩個事件關連在一起 這點是整齊事件我覺得最離譜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來仔細看看新聞的說法 以及Teadhead文章的問題 按照新聞的說法啊 男子就是先認識這個女生 然後跟他打牌 男客戶一開始還要準備兩副牌組 等女孩子來玩 然後玩了幾次之後啊 女生自己玩出了興趣 甚至自己準備一副牌組來玩啊 最後喜當爹對吧 只是用新聞的邏輯來看 但事實上如果我們繼續看他的推特的話 會發現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喔 首先認識女孩子的推文啊 是在4月28號發的 也就是不久之前 那男生當爸爸的推什麼時候發的呢 是4月3號 喔好幾天之前 那時間線是不是就對不上了 而且更奇怪的是 女孩子懷孕之後 男生持續更新的內容 都不是跟小孩子的婚姻或是老婆有關的 甚至跟嬰兒一點關係都沒有 男生還是照樣玩照樣花才有啊 兩個時間點照片裡的人啊 看起來有些許的不同啊 重點是那偉大的程度啊 有很明顯的差距 當然不排除他可能是帕王也是個電鋸人 除此之外 髮色的指甲油甚至連項鍊都不一樣 雖然說服飾跟裝飾是能夠 一天之內做改變的東西 但差距還是有的 所以要特別提出來 然後重看幾次照片發現 男生的手牌 滿滿的融合 到底是有多想融合啊 還有兩張儀式魔法 全都是跟召喚有關的手牌 這想幹嘛都已經寫在手上了 就我月片無數的經驗 我看他們不像同一個人 而且其實有其他日本網友去問推主說 欸這是前幾天跟你打牌的那個女生嗎 那推主也沒有回答他 再加上其實這位推主本身的內容 比較不像是會安定下來的人 如果你是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自己去看 這邊怕黃標我就不敢偷了 這位推主平常分享的都是一些 跟女性比較有關的照片 然後偶爾帶點遊戲王 或者是他跟朋友對話的對話紀錄這樣子 那結合以上資訊來看 我有充足的理由 認為這整個故事 就是媒體東拼西湊出來的結果 並不是真的打牌打出了真愛 當然不排除這位叫Deadhead的網友 講的故事都是真的 他也找了女生打牌 最後也確實融合 所以各位決鬥者 嗯... 千萬不要因為這個結果 就失去了希望 你還是能夠為自己的幸福 想想辦法的 只是在台灣原教是犯罪 所以各位為一個優質18家的頻道 我肯定是不鼓勵大家 去做這種事情的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交友軟體 你可以試試看喔 然後這邊要特別為自己安利一下 帥狗上一支影片講臭臭你的 其實它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性教育科普影片 剛好跟這次的話題有點接近 我必須說男孩子必須懂得保護自己 如果你好奇那支影片在講什麼 歡迎去找那支影片來看喔 非常好笑 那也謝謝各位把這影片看到最後 我們期待下支影片再見 See you